相似型的意义 当两个平面图形 其中一个经过缩放动作后 和另一个图形全等 我们称这两个平面图形相似 即为四边形ABCD 相似于四边形PQRS 其中这符号读作相似于 一般而言 ABCD的对应点 不一定分别为PQRS 但为了清楚知道 两个多边形的对应关系 动画内容是依照对应的顺序 来表示个点 而两个相似的多边形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当四边形ABCD 相似于四边形EFGH时 因为四边形ABCD 经由适当缩放后 可以产生四边形A'B'C'D' 且与四边形EFGH 可以完全叠合 又缩放前后的四边形ABCD 与四边形A'B'C'D' 对应角相等 对应边呈比例 因此 角A等于角E 角B等于角F 角C等于角G 角D等于角H 切 线段AB比线段EF 等于线段BC比线段FG 等于线段CD比线段GH 等于线段DA比线段HE 因此 我们知道 当两个多边形相似 则对应角相等 且对应边呈比例 反过来说 如果两个多边形 甲乙的对应角相等 且对应边呈K倍比例 那么 这两个多边形 是否会相似呢? 假设 多边形A 是由多边形甲 进由K倍缩放后 所产生的图形 此时 这两个多边形的 对应角相等 且对应边呈K倍比例 则多边形丙 与多边形乙 会全等 所以 多边形甲 与多边形乙 是相似图形 因此 我们知道 两个边数相同的多边形 若它们的对应角相等 且对应边呈比例 则这两个多边形 会相似 有时候 也会称这两个多边形 为相似多边形 或简称为 相似形